書籌字幕 檔桻 聽 字幕 column 圖書籃 字幕 書籍 書籃 字幕 融合응 大家好 我是in the airminecat 今天我想教你一些東西 上次我教你這個circle generator 今天我想教你一些東西 就是 floor crafting floor crafting 這件事呢 講你很容易的 是有兩個method的 一個就是drago的method 我不知道你喜歡哪個 是任你選擇 有沒有從來有想過 你想另一個snowblock 突然間變成一個 例如 一個block blue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呢 裝了這個command就可以了 首先這個lever 然後drop一個snow在下面 1 2 3 4 5 6 7 8 然後砰 變成一個 blue 另一個方法都可以的 就是1 1 2 3 4 5 6 7 8 它就會上升 然後拿這個blue YA Yay 不過如果在其他drago 我們先把這個level 如果在其他drago 的話呢 As you can see 我做了 我忘記 count 是不會活的 如果我忘記了 我錯了 的話 我可以和你一起 count 1 1 2 3 4 5 6 7 8 As you can see 什麼都不會發生的 我用另一個method呢 1 2 3 4 5 6 7 8 都說什麼都不會發生的 現在就教我們怎樣做了 這個就是 Direct Stone Engineer Direct Engineer的方法 首先呢 就set scoreboard player set 一個item 這個command 如果你不知道怎樣 另一個command 就是scoreboard objectives add floor c 我們就叫這個名字 等於dummy 就是我已經加了 所以不用加了 他就set 這個item 一個item的score 變成1 如果 它是onground 加上這個item 是這個item ID ID就是snow 就是一個snow 一定是一個snow 不可以兩個snow 不可以四個snow 不可以一千的snow 如此類推 OK 這個呢 就set 那個command 那個scoreboard 變成2 如果 如果 那個item 是onground 的 還有 是這個die的 不過damage 是fall的 因為你看看這個 是不fall的 你看看這個 是fall fall 這個就是 damage value 有幾多個 有幾多個 blu lapis nozuri 在地下 是8個 然後 這個就是 summon commander 就是execute 一個score 一個item 如果有這個score的話 就去下一個就是detect 一個radius 它就detect 這裡是radius equals2 然後是floor c 即是floor c 那個是number2的 即是它的scoreboard是這樣的 然後它就summon 這個item 有這個motion tag 你可以copy 你應該知道 應該知道 應該知道 另有這個push up effect 因為帥一點 然後就有個item 也就是woo 也就是d 那個damage 那個damage 那個woo的damage 就是eleven 然後呢 要一個 就是一個 你可以令他64個 OK 我想試一下是不是100 我數了先 OK我試一下先 1 2 3 4 5 6 7 8 8 我真的會給100個 OK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 調製它 然後這個command 就跟上次的一模一樣 不過 只是 是 就是kill了 那個item 如果detect到 那個item在那裡的話 加上 那個item在那裡的話 就kill了 那兩個item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kill radius equals1 你可以2 3也可以 2 因為 所以 不知道為什麼 對球 這個dragon 的method 其實也是一個 好的method 那首先 我們就 其實它是用個 tag 不是scoreboard 是用個tag 對 用個tag 接著它就tag一個item 叫做floor1 就是這樣 就是 如果 如果那個item 是on ground的話 那個item 那個東西呢 是 snow 跟一個coun 1b 好像 上次一模一樣的話 它就 加個 tag 接著這個 也是加個 tag 不過 這個 就是 execute 那個tag 第一個tag 也要再execute 另一個 那個tag 是radius 它就summon 跟這個一模一樣 接著 這個呢 就是 detect一個 一個item 如果兩個 倒轉都好 其實沒有問題的 接著呢 這個就是detect 這個就是detect那個 那個 Lapisazuri 接著它就detect 如果radius equals snowblock的話 即是那個 被人tag了的話 它就 Q radius equalssui 這個item 不過這個又有一個down side 那 大家可以看到 我如果floor這個item 那時候 它還Q 那個diorite 因為 它沒有說 specify 那個tag 是哪一個 因為加上你不可以 show 給你看 那 我先拿這個snowblock 放在這裡 接著我再放一個lapis 放在這裡 接著我就說 kill and eat tag equals floor 1 和tag equals floor2 的話呢 它就是kill 這個 這個最 第一個那個 因為它其實是detect 一個item 如果是有 floor1 和floor2 裡面的 即是如果有一個item 兩個tag都裡面的 不過 有時候 它就buck 啊 ok 就buck了 就有這個東西出現 所以呢 這個method 是 沒有一些down side 所以我 我最推薦 都是 這個 red zone engineer red engineer 的方法 今天這條片就完了 希望你喜歡這條片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讚 和訂閱 我們頻道 如果你還沒看過其他片 我都教了很多其他的 拜拜